花蓮县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即将在11月19日起一连三天 在花蓮县立体育场旁的德兴大草坪任闹的登场 为了因应千人大会舞的单元 而各乡镇的部落族人都加紧的来练习今年的大会舞一曲爱海洋 而花蓮市也不例外 市长魏嘉贤就也特别的前往探班 慰绕族人的辛劳 晚上七点不到 进风生活园区广场已经聚集了不少部落妇女 在教练的指导下 随着音乐节奏练习今年的大会舞蹈 而市长魏嘉贤则在原住民族行政客长将进行的陪同之下 特别到场探班 感谢部落族人共享盛举 那我们今天也是花蓮市的部分也配合花蓮县政府 来办理联合丰年节的一个活动 在19号到21号 在就是下周的五六日三天 要举办全国性的一个大型风年节 那花蓮市的部分 从今天8号9号10号三天 那我们邀请部落的姐妹 还有一些好朋友 一起来跳我们这次的大会舞 也希望给来自花蓮的所有观光客的朋友们 都能够感受到花蓮原住民的热情 那也感受到原住民的一个热力 那爱上原住民文化 那在此要谢谢花蓮县政府 也谢谢我们所有原住民的兄弟姐妹 那我们一起努力把原住民的故乡 花蓮打造成最重要的原住民文化观光的一个重点区域 花蓮县议员迪布施依赖及李正文 也代表花蓮县政府来到现场资争排练费 而县议员魏家宴则是带来暖心暖胃的红豆汤来慰绕族人 另外花蓮市民代表肖明龙及平岛布定 也带了包子跟饮料作为支持 他们在部落族人的邀请下 也在冷瘦瘦的天气中和大家一同共舞 感受原住民族热情歌舞的丽与美 花蓮县原住民族联合逢年节从11月19号起至21号一连三天 即将在花蓮县立体育场旁的德星大草坪热闹登场 今年的大会舞是一曲爱海洋 为了展现最美好的舞姿 各部落族人都已经在加紧练习 记者徐立青花蓮市报导